台南市台灣鋼鐵足球隊 前生是參加台灣企業假期足球聯賽的 台南市足球隊 之後在2019年獲得台灣鋼鐵集團贊助 更名為台南市台灣鋼鐵足球隊 繼續參加台灣企業假期足球聯賽 並且持續比賽陣容 終於在2020年企業假期足球聯賽裡 贏得隊時首座冠軍 2021年南市台鋼再次獲得氣甲冠軍 完成了二連霸 三四年前跟我們協會長談起足球 他也很樂意來幫忙我們 贊助我們就盡力成立南市台鋼足球隊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本來是台南市隊 已經在劉董事長那邊支持的時候 三四十年都已經沒有斷 獲得那個謝玉銘董事長的支持 所以對球隊整個規劃以後就比較 模式比較大了 謝會長跟那個劉里長最主要的他也是想說 看能不能為台灣足球做點什麼事情 台鋼集團是國內第一個涵蓋四大產業 與十大行業的綜合型集團 旗下包括炭鋼、特殊鋼、扣建、航太、網通、環保、石化、生技、健康休閒與運動賽事 決定投身運動領域這個決定不算奇怪 但選擇從足球展開集團對體育的熱忱 贊助台鋼男足卻多少讓人好奇 在這個被戲稱足球沙漠的福爾磨砂 是何等思維才會做這樣的決定 謝一鳴謝會長是我們台南人安平人對地方的贊助他很樂意 社會有錢回饋社會 球團裡面的一些資源對我們球員來講也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所以他們也比較有辦法全心投入在整個訓練當中裡面 我對體育我認為足球是最好玩的 從18歲玩到72歲 我在足球得到很多朋友 得到很多好的人 我內心非常充實 我在足球得了滿滿的東西 也是很幸運的 連續兩年奪下冠軍成就二連霸 球隊戰力不斷提升 甚至還在亞洲足聯盃裡 終結了台灣球隊在賽事裡的14連不勝 或許在足球場台鋼收獲了成功 但這是否就是企業所預知的結果 還是對於這些投入的期待遠遠不止一次 到底講足球的發展最主要就是青少人的培訓 包括拳手包括教練 然後最主要的要讓他們看到未來就是職業隊的發展 所以職業隊的形成是必然要走的一個現象 因為足球運動跟其他運動的發展不太一樣 他是在年紀最長的時候最成熟的時候 剛好是他們需要就業的時間 所以我們劉委長跟我們協會長最主要是說 大家必往業以後至少有幾年 可以延長他們的足球生命 然後再幾年給他們重新的思考 新的方向可以持續的走下去 然後希望我們能夠變成一個 半職業隊接近職業隊的那個情況 但是我們會朝這個方向的力量 只有認真的練 希望能提高台灣的足球水準 台灣的足球我希望要走上職業化 不要再慢了 再慢就來不及了 現在台岡集團已經不只擁有一支足球隊 旗下還有另外中華職棒和T1直籃 兩支取名都有老硬的隊伍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台岡足球隊所受到的奧元是否會有所影響 還是集團將一如以往展現最大的支持 台岡不是一般的企業 他的企業基礎非常好 做事業非常成功 連球隊他也非常受錢 我們社會長還有我們裡面的董事長 非常相信專業 像足球他都交給我 所以我們今年理事長決定 我們把球隊拉回來南部 當然對整個球隊長遠的發展還是相當好 球隊當然有一點重大的變化 但是當然經濟體育就是只有冠軍 只有贏 所以我們全體的所有的應該都會努力的往這方向去做 努力的空間很大 我們還要繼續加強 我們進入三年霸打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再困難我們會繼續下去 無憂的在綠營上奔跑是孩童時的樂趣 無慮的在綠營上奔戰是大人們的華麗 世界最多參與人口的運動 結合企業的全新支持 並能打造無憂無慮全方位的足球願景 與未來 在綠營上奔戰